看天吃飯的農民 多一分保險就多一分保障 農耳會示範香蕉收入保險 加以縣府近日公布理賠情形 目前全縣投保15案 總理賠數出估達53萬元 不過縣府指出 去年度投保件數並不多 除了因為山區多為混兼做 不符投保資格外 另一方面農友們多在觀望中 那其實兼做是不被 香蕉收入保險所受理 可以去投保的 那我覺得混兼做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它在栽培管理上面 尤其像是我們在做農藥的施用 你種香蕉跟種其他果樹 如果混在一起的話 它可能彼此會有影響 不過有部分農民 不是混兼做種植 也沒辦法加入 因為嘉義縣 景梅山 竹崎 大埔 藩路 中埔 六角 鹿草 大林 民雄 水上十個鄉鎮含瓜在市畔地區 對此阿里山香農會表示 雖然香蕉並非阿里山主要農作 但膠農有需求 會再跟農民討論 納保事宜 像我差不多 我種差不多有一甲多地 七年的話 這個價錢我們真的是 幾乎沒有什麼廣啊 太便宜了 四到五塊 七塊 哇 叫人家怎麼生活 中資比較多的都是集中在查商 之後就是說像蠻山孫他們之後有 有這樣的意願的話 我們會全力跟農民配合 嘉義縣府強調香蕉收入保險 農委會補助百分之五十保費 縣政府也有加碼補助百分之十 農友只需負擔百分之四十 如果有其他鄉鎮也想加入 可透過地方農會跟縣府接洽 鼓勵農民踴躍投保 原新聞大部嘉義阿里山採訪報導